谁叫一条生命都没有办法 就只有我们家吗 今天长朝 卷走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杀行为 他爸爸现在借有多少钱 每次一万两万 比如说他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 他爸爸他可能只有七千块 他爸爸问他要一万块 他说没有一万块 只有七千 他爸爸就说那都给我吧 你们两个跟女儿的关系怎么样 关系的也有很多好的那种 大量的 跟你们两个可能有一些紧张 关系有点紧张 谁叫一条生命都没有办法 就死定了吗 他叫我 这是他妈妈跟他弟弟的聊天 在死者死之前 他妈妈说他说自杀 你知道女儿自杀你还不敢带回去 他们只要敲钱 敲你钱不要让他支撑 我们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表现 因为真的是 就是他们的父母也好 我们亲讲 在公司已经闹了 门口已经闹了不止一次了 就是聊的就是赔偿的事 你知道吗 我负责调解的人跟我说 他说他爸爸说 要拿 再拿二十多万钱给他儿子买 房首富 把这个话传到我这里的时候 我脑袋都是瘟的 从生来就算抚养他 二十岁抚养他 要多少钱 就算一年三万 你到大学怎么三万能够 现在教他我们就很简单 教他这不提个二十五万 搞不好的话 搞不好拿不到 我一算犯了另外 我叫媒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希望把这个事 公平公正 重立的展现给大家 如果还有另外的 别人的第三者 第四者 第五者 有这样类似的事 我希望这个女孩子 不要面对这样的压力 选择自杀 可以拿取社会 这身边朋友 更多的人来 法律来保护自己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